健保资源再扩大 外福部长邱泰源表示 行政院已经核定 明年健保总额成长范围 成长率低推估大约是3.5% 高推估来到5.5% 总额首度突破9000亿元 将会由健保会协商 而另外一季要价1亿元的 协有病治疗征绩 也有望纳入健保给付 近年一届大力呼吁 政府应提高健康投资 外福部长邱泰源透露 行政院已核定 明年健保总额成长范围 其中成长率低推估 约3.5% 高推估则是5.5% 总额达9286亿元 比今年增加约500亿元 首度突破9000亿大关 而健保会将在25号进行协商 高推估已经到5.5% 希望明年的点值能够提交到 保障点值到0.95以上 如果我们要达到邻近国家 医药卫生支出占GDP8%以上 那每年的成长率应该在6%以上 健保水池扩大 新药给付也要增加 健保署透露刚通过美国FDA核准的B型血友病新型基因治疗真剂 有机会纳入健保 这款革命性药品可将凝血因子DNA 透过载体送入肝脏 进入产生凝血因子 患者只要接种一剂就有望痊愈 但一剂药价350万美元 约台币1亿元 要是没有健保益助 一般民众实在难以附和 在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下 它高价以及低价的药物本来就会互相排挤 也应该一并损失长期的医劳费用 以及生活品质等指标的改善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健保的财务负担的问题 节流的部分也非常重要 针对CT跟MRI的这个健保的部分负担的开征 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性 健保财务有限更得有效运用资源 就成立感觉地特别不高